有朋友是比較兩隻的 你剛才叫大家可以留意3.16 他就說3.16和1.211給阿迪 他說兩隻都是高入場費的股份 他說如果想短炒少住哪一隻會好些呢 短炒在這個時刻炒一些太強勢的股份 你用來做短炒 會出現一個問題叫做直播量不吸引 你問我1.211和3.16哪家比較好 我都可以不用敷大哥想好來回答你 一定是1.211比較好 你問我3.16我覺得未來都會有很多風險 包括疫情當一旦好一點 開始痛慣了港口開始恢復的時候 碼頭濟失不太嚴重 運費價格會不會有機會從高位回落 航運股當然高位回落還會很賺錢 但是對你一成兩成左右你都夠死了 所以問題是你短炒3.16本身 真的只薄點染藍那一層 升不到你就要投降 但是比亞迪這些電動車各拆扶持 比較長遠性 所以長線投資比亞迪可以考慮 但問題是你去到短線的兩者一樣 這些水平最 你上網看多少 我覺得比亞迪拿到最盡 都是300元 變相你3.16的直播率好像吸引一點 但是因為只薄染藍因素而已 所以你衡量其實真的差不多 所以我寧願去選擇 你兩者去選擇的話 綜合所有因素 我寧願去駁給亞迪 雖然它升幅沒那麼駁 但是問題是 起碼你不是用一些比較虧的因素 因為染藍被動資金去追 而去買 但是問題就是短線追 一些太強勢的股份不划算 因為你想想這兩個星期它升了多少 所以我覺得暫時反而 駁一些殘殘的股份 例如剛才說京東那些 可能那些位置去駁 你整體驚喜上比亞迪更加至高 但是這個是以短炒為主 短炒何謂短炒就是 不對勁就要走 不能爭取 所以我覺得分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要短炒 如果你真的要短炒 這些位置追比亞迪會有點尷尬 好 那參考一下阿奴的意見 好吧